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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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夫之这个家族而言 到王夫之来说已经是第四代 不过前面的几代应该说在科举之路上 跋涉的都非常不顺利 那第一代正式悠无转文的是王宁 那王宁在科举之路上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片空白 到了他的儿子 第二代读书人 叫做王庸 这个王宁在科举之路上 这个王宁在科举之路上 这个王宁在科举之路上应该说没有丝毫的收获 到了第三代读书人 就是王夫之的爷爷 叫做王维静这一辈的时候 这个王维静曾经被这个家族寄予过非常高的希望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他在科举之路上仍然是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 那么再往后哪一辈呢 就是王夫之的父亲 王朝聘这一辈了 王朝聘关于他的道德文章 关于他的博学多才 那么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应该说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展示 我们已经知道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尽管他应该说才学人品俱佳 但是在科举之路上走得也很不顺畅 当然比起前几辈来说是有一个进步 是到达了秀才 他有一次考科举的时候呢 还曾经中了科举的相识的富榜 富榜呢 就是没有考上举人 但是也还不错 为了让自己在科举之路上能够有所敬意 王朝聘在自己的盛年曾经有接近十年的时间 是去国子间学习的 应该说抛家别业 抛妻别子 但是仍然无所进步 这一点呢 应该说王朝聘一生想起来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这一点应该说对王夫之有非常大的影响 王夫之自始至终是替他的父亲名不平的 他后来的时候在给自己的父亲写的行识之中 也再三再四地为自己父亲没有考上举人而开脱 也能看出来这件事对王夫之的影响 对王朝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 王夫之他这一辈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两个哥哥 他读书绝对不是仅仅是满足作为个人的一种 示尽的愿望而已 在读书这条路上 他实际上承载着几代人的愿望 但是呢 非常幸运的是啊 就是他天资聪颖 这也就注定了他和他祖辈走的路会不太一样 王夫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书呢 因为他年少影哑嘛 所以他读书的时间非常非常早 他读书说多大 四岁开始读书 四岁在咱们今天还是玩各种非常幼稚的小把戏的时候 但是王夫之读起书来已经就有模有样 应该说是远近比较知名的神童 就照咱们现在话说就完全可以一目十行 读过的书过目几乎就不会遗忘 在咱们今天来说就是学霸 他是那种既聪明又刻苦 让别人觉得简直是无法比拟的那种天才 因为他非常的厉害 所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考中秀才 指导他考中秀才人是什么呢 这个人是他的大哥 王介之 为什么父亲就让王介之来指导王夫之的读书开门工作呢 有两点 第一点 王介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早熟 然后也非常聪颖的 对读书有非常好的领悟能力的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十六岁就考上了秀才 古代的时候考上秀才其实挺不容易的 这样的话他有这个资质和条件来教自己的诱弟 这是一点 另外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王介之这个年龄比王夫之大好多 比他要大十三四岁这个样子 古代的时候经常有一种说法叫做掌胸弱腹 年龄离得太近 大家都在一起玩 恐怕不太好板起面孔来 威严的形态来对自己的弟弟 但是年龄大 差距很大 这就没有问题了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 王朝聘在自己的盛年 曾经就是在王夫之就是三岁到十二三岁这个年龄 这个期间有十年间左右的时间 基本上是在国子间度过的 那带来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实际上是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陪伴自己的孩子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 王介之在王夫之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来说 起到的是一个准父亲的责任 而实际证明王介之也是个非常好的老师 那他对王夫之就是这样 当王夫之好好听课的时候 那他就和风细雨 如暮春风 当他不认真听的时候 他就拿出雷霆手段 当他在十四岁的时候 就考这么个秀才 秀才这个功名呢 应该说说大不大 说小的 但是也绝对不算小 我们今天的人常常拿大学生 学士学位 来和古代的秀才做一个比赋 说你是本科秀才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比赋 但是我们得说这个比赋是不太准确的 古代要考一个秀才的难度 比今天要考上一个本科的难度 那高到要不知多少倍 就以比较大的县来说 每年能够新进成为秀才的人 也不过是二三十名 数量是非常少的 而且一旦成为秀才 见到县太爷 你也就不用磕头了 在乡里面 你已经算是走进了士身 那就叫乡村名流 县城名流的这个地步 应该说 王夫智在十四岁的时候考上秀才 那绝对是一件在乡里面 形成了一定轰动性的事件 明太祖在统一明朝和以后治理国家的过程中 逐渐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制定了完善的科举制度 命礼部搬行各省 后遂以为永治 从而最终确立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 使之成为了有明一代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 他亲自制定了天下的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 他不仅在指导思想上 把人才培养和选拔置于治国之本的地位 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切始措施 这些都为明朝科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福芝在14岁的时候考中秀才 取得秀才是科举考试的第一个台阶 意味着你有了参加三年仪式的相识资格 代表着你已经拿到了仕途上的入场券 考上秀才是参加未来科举考试的一个必要前提 那么王传山潇洒于稳重兼具的个性是如何塑造成的 他与一般的儒生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反响之处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嘉宾 为我们一起来解读王传山 一位呢是湖南省传山学社的副社长熊考和教授 欢迎您 你好 一位是衡阳师范学院的朱迪光教授 欢迎 非常好 王传山是中华民族 精神史上一位零分级的人物 依南约衡山而远眺湖南境内诸分 王传山先生远少于而境界诸张之学 传山先生一生寻梦 梦在旧国 梦在民族复兴 集理学之大臣 开文化之身面 王传山在十四岁那年就中了秀才 我们不说青年才俊 我觉得就算少年才俊吧 我们古人说人生两大快事 一个是金宝提名 一个就是洞房花竹 那我知道王传山在十九岁那年呢 就迎娶了当地一位富豪的女儿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 朱老师 这个桃姓女子 有人评价她不挟富而傲富家 就说明什么 她是带着祝父的财产来 但是她以平常心持架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有几首诗为证 其中一首诗呢 是兴奋不久 他跟他叔叔两个人唱贺写的 他说 嫌心不向景平开 什么意思呢 景平是指规格 就是心混的封房 洞房 他说我并没有把心放在洞房里 那干嘛呢 日日孤山只露眉 孤山是什么地方呢 在寒州西府 是谁在这里呢 是一个隐居的名字 叫林和静 他在这里以梅为妻 以鹤为子 所以他指露眉 就说明他的自趣高雅 而不是沉溺于儿女之情 那么接着他说 我每天在干嘛呢 我在写诗 怎么叫写诗呢 叫人类素质 淫未稳 这淫就是淫诗啊 那还干嘛呢 《愧无博弈许东来》 我没有写成博弈这本书 所以对叔叔你啊 我是有惭愧的 我没写成几千行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可以看出 他跟他叔父之间的 这种感情和故事 我们知道 王传山的父亲 王朝平是很严厉的 很方正的那种性格 但是他这位叔叔 是很潇洒 很幽默的 你看他从诗句当中 跟他的这个侄子的调侃 也能够看到叔父对他的影响 在他的一生当中 影响他的人不是很多 他叔父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他专门给他写了木制名 他回他点点滴滴 叔叔对他的深情 所以他自己说 他年轻时候叫文九轻狂 什么事他都做 写诗 作父 骑马射箭 反正年轻人玩的话 什么的事他都玩 所以他父亲回来以后 一见他这样 就重重地罚他 每到这个时候 他叔叔出面了 就请他到他家去 给他煮好菜 蒸上酒 慢慢喝 慢慢说 教他写诗 教他读诗 教他读专子 所以王川山的后半生 是在他父亲的 那种方正的引导 和他叔父的 那种潇洒人生的军斗下面 他形成如此丰富的 这样的人格 就是既有这种传统文化的 这种熏陶和教育 又有这种轻松的 像书职之间这种情感 我觉得王川山 其实在这样的家庭 生长是很幸福的 我们知道王川山的父亲 他是研究春秋的大家 而他的叔父是研究庄子的 但是王川山本人 他虽然也注重 对这个经书的注解 但是他不是一个 光注重书本学习的人 是不是熊老师 传商为学 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在什么地方呢 他自己有一句名言 知而不行 无知也 什么意思呢 你观学习书本之事 也不去实检 你这个学问就是北学 那我们今天的书法 就是实检出真字 我王川山不是读史书的人 是读活书的人 这一点很重要 我觉得传商求学 有几个这个特点 它跟一般的儒生不同 有自己的不同幻想的地方 一个就是 船上这个人是天智聪明 是少年天才 第二个 家学家风的影响 他父亲那个春秋学 对他的影响是一辈子 春秋学就是春秋大义 因为我们今天话说 就是民族大义 对他一深度影响 相当深刻 第三个特点 就是他刻骨好学 他既然有这样聪明的才子 但是他比一般人更为刻骨 他四岁发蒙 七岁读完十三年 这作为一般的学者 不可想象 而且十四五岁 把横州府 所有的传说全部读编了 他为了他今后的学问 打下了深厚的根据 第四个就是知性结果 所以传商维学不同意 一般的入生就在这个地方 有自己特殊的特定 所以成为了以后伟大的王传山 他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我们知道十四岁考上秀才 之后就应该迎来这个大笔之年了 什么叫大笔之年 王传山面对的又是怎样那条道路 我们接着请韩廷路教授 来跟我们讲一讲 刚才我们说到 十四岁的王传山 就已经考上了秀才 秀才实际上在过去的时候 已经可以说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这样的一个功名 而且因为他的年龄非常小 所以说是在当时 在当地是引起了轰动的 大家就觉得 好像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 已经在王传山面前延伸 一批科技之路上的 黑马已经马上要腾空而起 但实际上后来接下来 那个大笔之年 王传山并没有考上 为什么管这个乡士 这个叫大笔之年 而不是把考进士的年份 叫做大笔之年呢 其实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这些读书人来说 实际上乡士这一关 实际上是一个读书人身份 真正开始质的变化的 那个重要的一关 一个秀才其实也还就是 一个秀才而已 它是不能直接做官的 有了一点点的权力 一点名望 但是不能直接做官 但是如果考上举人的话 那就真的就是可以做官了 所以呢 大家都把举行 举人考试的这个 子 武 毛 游 这几年称作大笔之年 王传山考上秀才之后呢 很快就迎来了大笔之年 然后他就参加考试 考试的结果是什么呢 考试的结果是名落孙山 他在举人考试之后 没太久的时间呢 然后他就到了一个 应该说读书人心目当中的 圣地去读书了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 湘江西岸 秀丽的月鲁山下月鲁书院 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自公元976年创建以来 历千年而下 教书育人的功能从未停止 故有千年学府之美誉 从月鲁书院千百年来 始终坚持成就人才 传道济世的教育理想 倡导实事求是 学贵力行的智学精神 培养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 精史济敏之才 对天下的学子来说 这是令他们魂牵梦影的一个圣地 抽搐满志的王传山 也来到了这里 王传之在那儿 同学的老师是谁呢 叫做吴道行 这个吴道行学问非常的丰富了 他的学问是以诸锡张氏为宗 对学问的精誓之用 应该说是非常重视 这种精誓之用的读书的路子 应该说对后来的王传之影响 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当然了在阅禄书院里边 王传之不仅仅是说 只是闭门读圣前书而已 令他非常开心的事情呢 就是和来自四面八方 志趣相投的这些学子一起 读书人经常在一起 交流的方式是什么呢 跟咱们现在唱个卡拉OK 年轻人出去喝顿酒 吃顿饭不一样 古代的读书人 是要以诗会友的 在当时的时候 组建各种的学设诗设 就是那个时候读书人 尤其是比较年轻的读书人当中 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 王传山在阅禄书院学习的时候 就参加了他的同学 邝鹏生组织的这个行社 后来几个月学习之后 他回到衡阳 又和当地的一些读书人 和他的一些同学 比如说是像管四球 文之勇等豪勇 一起成立了匡社 王传山是那种既聪明 同时又刻苦的人 他在读圣贤书方面 那是一点就透 当然在作诗方面 那也是一点就透 同时他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根据他自己后来的说法 他是从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注意为师之后 一生当中所接触的诗 不下十一万手 那么早年当然他也非常刻苦 又聪明 悟性又非常强 所以很快 他在当地作诗的名声 应该也是一流的 在当时宪制中 都有对当时少年得意的 王传山的这样一种描述 按照当时衡阳宪制里面 对王传山的记载是这样的 他说 夫之少通伯 义气不可一世 就有点那种 奋土当年万户猴的意思 好像似乎谁都不在他的话下 每天和那些少年秀才在一起 诗酒悠悠 过了一段狂放 姿势的生涯 当然这个事情 让王朝聘看在眼里 其实他也是急在心里 王朝聘的个性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是那种真正的端方君子 他对自己这个儿子 当然有很满意的一方面了 但是也对他隐隐地有些担心 因为在儒家看起来 恐怕真的理想的人格 应该是那种端方严谨的人 所以他对王传枝就有些担心 他唯恐王传枝 就受到明代中晚期以后 就因为心学有点过于泛滥之后 就是读书那种空书不学的那种文风的影响 所以他就把王传枝叫来 很认真 很严厉地 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勉 在王朝聘看来 就是像朱熙 张仔 这一路的宋明的理学 那才真正的是儒者要走的正路 所以在自己的应该说是规劝之下 王传枝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是多多少少有点不得已 因为父亲的严命 但是他也还是遵从了父命 当他遵从自己的父命 真正地开始埋手于那些 所谓正宗的学问之路上以后 很快他就觉得 这可能真的才是适合自己走的一条路 特别是在这段学习当中 他又遇到了让自己 后来一生应该说是 全权服应的这样的老师 这个老师就是宋代的大儒张仔 张仔有一段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 为往胜记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事实证明王朝聘对王传枝的 这个劝告都是有用的 王传枝他才气松衡 不缺乏才气 但他很有可能的是 就因为过于聪明 而沾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气 也是因为他父亲的 这个及时的劝勉 使他走上了一条 应该说是纯儒的 这样的学术的道路 好的 谢谢韩老师 刚才前面我们讲到了 你看王传山 其实24岁考上举人 那已经算是比较超前了 还算是青年才俊 我们一直说他少年才俊 青年才俊 也是他自幼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这种 这种勋套 你看他的父亲 他的叔父 其实都是他的第一任老师 那在王传山的人生当中 还有没有别的老师 或者是这种师长 对他有过影响 朱老师 王传山因为14岁中秀才 24岁中举人 每一次主考官都是他在做师 他每年还有那种军事 所以应该说他老师很多 但是给他以深刻的影响的老师 并不是很多 一个是在他要参加乡试之前 对他进行军事的 当初的胡广提学 千世高世泰 他是东陵党人高攀龙之子 也是当时很少有名的一个人 他很赏识王传山 第二位呢 是蔡凤 当时他应任这个刑部囊中 来扶南来考察刑誉方面的事情 但同时他又征文 给予了王传山以特等奖 并且跟他约会 我们到武昌相识时候再见 还有一位 也是他的相识的考官 叫张旷 还有一位叫欧阳林 这些人在他考完试以后 跟他皆为知己 要为国家尽忠义 所以这些老师对他都是 以忠孝为教 以国事为训 所以王传山成为一个 大儒离不开这些老师的教导 好的 那么之后呢 他们还迎来了一场 更为考验人定理的考试 是什么样的考试 我们接着请韩老师 跟我们讲一讲 刚才我们说到 这哥俩同时考上举人 考上举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其实只要读过中学 读到过《范进重举》那篇 我们就知道 你看范进 原来当秀才的时候 老丈人什么的 对他是什么态度 那些土豪猎身对他 什么态度 一旦他考上举人之后 送房子的也有了 送钱的也有了 送丫头的也有了 一下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王夫之家里边 一下出现了两个举人 而且这两个举人 一个二十多岁 一个三十多岁 将来有大把的花样的年华 所以一下子就成为当时家乡那些绅士官场所用心接纳 用心交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当然我们看如临外史了 这个范进实际上是一下子就陷入到土豪略深的包围圈里边了 但是王家兄弟不是 应该说王家兄弟在考中举人不久 就迎来了一场道德上的考试 这场考试应该说是比那个真正的 所谓相识的这个 要通过这道关口 应该说还要难上很多 这家一下出了两个举人 当然第二年就要去北京参加考试了 去北京参加考试 这个已经不太富裕的王家来说 这应该说是一个小小的麻烦 恒阳到北京约一千七百公里 在明代 这三千四百里路可谓天路遥遥 恒阳府的王氏兄弟二人进京考试 一路上要先到岳阳府 走水路沿着长江顺流而下 经过武昌 镇江 到扬州走京杭大跃河 一路北上经山东到达北京 一路上风餐露宿 短则三个月 长则半年 如果不能按时到达京城参加考试 三年心血自然白费 此时 钱成了王家面前一道 那以愉悦地鸿沟 当时朝廷是有一些补助的 补助就是路远的这些世子 朝廷会给他们一些 发放一些金钱 另外 沿路所过的这种驿站 也会对他们有一些照顾 但是有一个麻烦是在哪呢 从崇祯十三年开始有一个变化 由于财政的困难 崇祯帝就接受了当时兵部尚书 杨四昌的建议 以前这个发放的补助是往返的 但是杨四昌说 咱们现在朝廷困难 捡一半 去的时候给补助 回来的时候没补助 也就是说管接不管送 那怎么办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要去京城去参加考试 这多多少少时间 对这件家庭有点困难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 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 是一个姓金的观察室 这个姓金的观察室 给出的主意是什么呢 他说这样 当时有一个土豪 这个土豪坐监放科 坐监放科以后 就要被逮住 判了死刑 这个时候土豪就求情 这个姓金的观察室就说 这样吧 你们去向王家兄弟求情 只要王家兄弟跟我们说 是不是能够饶你一死 我们就顺坡下驴 就接着这个王家兄弟的这个面子 我就能够赦免你的死罪 同时然后又跟王家兄弟说 他们要跟你求情的话 最好答应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他们会给你一千两银子作为卸金 王家兄弟这时候正缺这笔钱 那么王家兄弟要接受没接受呢 王家兄弟当然是没有接受了 其实对于姓金的观察室来说 他自己觉得打了一个 应该说是一箭好几雕的算盘 第一个通过这个方法 就是接纳了王家兄弟 俗话说 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你既然接受了我这个情 那某种程度上 姓金的观察室认为 他已经在未来的官场上 已经埋下了一枚闲子 对他来说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事情 但是对王家兄弟来说 这就不是一箭双雕了 虽然家庭状况不太好 但是不接受土豪的贿赂 就是什么 这叫贫贱不能移 孟子在说到一个 大丈夫的标准是什么 叫做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唯有不能趋 现在就差给王夫之一个考验 让王夫之先依怒马 让王夫之手握重拳 看他能不能拒绝这种诱惑 真正做到富贵而不能赢 那样的话 王夫之就真正是一个 顶田丽地大丈夫了 现在王夫之就差这最后一个考验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 老天或者说是大明 没有给王夫之这样一个 接受这最后一关考验的机会 当王夫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参加这个会试的时候 那一年的大明 那一年的天下 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当他走水路 走到南昌的时候 大明乱成了一锅粥啊 李自成的部队是席卷河南 攻克湖北襄阳 而后兵分两路 南下荆州黄港 与此同时 张献忠的部队 也已经横扫长江中下游 整个北上参加会试的道路 已经完全被挡住了 好 谢谢韩老师 刚才我们说了 其实对于王传山 还有他的家族来说 这个科举梦 是一直在做的一个梦吧 也是考上秀才之后 就开始走上了 他个人的一个寻梦之路 但是你看他 在这种考验下 他最后遵从的是 自己的这个底线 他的气节 他的品格 注定他的寻梦之路 是不会平坦的 熊老师您怎么看 人必须有梦 梦实际是一种理想 一种追求 传山之梦 对于传山而言 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刚才我们的主讲人 讲到传山的实践 传山的第一个梦 我们主圣也说到 是寻梦 寻什么梦呢 寻读书 逝境之梦 这个当初在传统社会里 所有的读书人 都肯定要做这个梦 这是唯一的 逝境上达之路 也是读书人唯一的梦 所以传山人生的 第一个大梦 就是小梦 传山的第二个大梦 在小梦破灭之后 就是续梦 续明王朝复兴之梦 第三个大梦 就是圆梦 传山的晚年 圆明族复兴之梦 所以传山的梦 一个比一个大 一个比一个深刻 所以传山的大梦 必须要从它的第一步开始 第一个梦开始 也就是读书诗境 这个梦开始 但是这个梦在后来破灭了 这也是分析了 他在这个关头 也是明末这个 微如雷卵的时候 他这种复杂的心理 是不是 那么他这个寻梦之路 就是他个人最初的这个梦 能不能做下去 我们继续听杭老师来跟我们讲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王传山 在24岁的时候 就考中了举人 他的科举之梦 应该说 在去北京参加会试的 这个路途上就破灭了 因为当时大明天下 已经是乱成了一波州 李自成的部队 张献忠的部队 已经是对整个的南方 造成了很大的 应该说是困扰 他北上试进之路 已经被完全地挡住 所以等他在1643年的早春 还没有到京城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路走不下去了 然后在那个时候 就回到了家乡衡阳 当然回到家乡衡阳的王传之 因为科举之路受挫呀 他内心还是颇有感触的 就像朱老师说的 他有惆怅 有忧虑等等等等 万绪千头 涌在心头 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 他这首诗就把他当时的心境 做了一个描述 诗是这样说的 闲心欲向野欧参 更听鱼龙雪沾憨 何事春寒 七小梦 青州游位渡江南 这首诗里边 当然有惆怅 有迷惘 有种种这种感情 但是我们通过这种诗意分析的话 在他看来 来日方长 他还有的是机会 不过令他非常失望的是 现实往往比人所想的要残酷很多 他错过的这一次大明的会试 竟然是大明历史上举办的最后一场会试 那么第二年呢 李自成的部队就攻入了北京城 随后就是崇祯帝 吊死眉山 也就是现在的景山 之后我们知道 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 迎接清军入关 那么这个时候呢 顺志又在北京称帝了 可以说王传山心里那个 学而优则式的传统的梦想 可以说是彻底破灭了 那么接下来 王传山该何去何从呢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下一集的百家讲坛